大家好, 今天 我想簡單一點 回歸正正常常的家常菜 今天我在街市看到一條 很漂亮的 淡水鱷魚, 新鮮的 油水的 好像貴了一點點, 五十多元一條 但是忍不住口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麼菜式呢? 這個是豆腐紅燒 這個是 鹹水鱷魚 在介紹我做法之前 先介紹準備好的 這個材料 有薑片 切片 兩三粒蒜頭 一扎蔥 蔥白是用來起鑊的 蔥味 用來 最後加進去提香 另外呢, 再留一點最後的蔥味 用來點絕 說明這個豆腐 我新鮮買的豆腐 大家也提過很多次 雖然現在還不是夏天 但是夏天就要更加注意這個做法 一買回來, 第一件事 就是用水浸著它, 放進雪櫃 豆腐就可以保持久一點 如果不是, 你買回來家裏 就不理會, 把它丟在一旁 到晚上大家要做的時候 豆腐可能就會變壞 好了 大家看到這兩磚是不是 很帥氣 沒有爆沒有爛 也是我喜歡用它的原因 這個叫做布包豆腐 或者叫做包仔豆腐 包仔豆腐 本身是屬於滑豆腐的一種 但是因為它是獨立每一磚 就拿一塊布來做這個外層 包住外層來營結的 所以它的外層相對厚一點 但是同時間它也沒有那麼容易損壞 很多廚房就喜歡用這種豆腐 OK?行不行? 另外一種滑豆腐就是板豆腐 大家要注意 那種滑豆腐就相對還要滑一點 不過那種豆腐就很容易爛的 如果大家要去街市 準備買那些 板磚的滑豆腐的話 麻煩大家自己準備一個盒 在現場最好煮滿水的盒 然後放進去 拿到回家 直接放進冰箱 這樣 不變壞之餘 它也不會弄壞 OK?行不行? 好 這個不說了 最主要就是那條鱸魚 這條鱸魚是淡水鱸魚 不屬於鹹水鱸魚 雖然今天我看到 是有鹹水鱸魚賣 鹹水鱸魚和淡水鱸魚的分別在哪裡呢? 鹹水鱸魚的身體會比較修長 而且通常 它在尾部會有一個黑點 OK? 然後這個就是淡水鱸魚 淡水鱸魚 跟鹹水鱸魚的分別 淡水鱸魚 肉會比較輕輕 但是兩種魚 無論淡水還是鹹水 鱸魚的特色 肉相對比較爽 爽一點 爽一點的意思就是 不會 不會是 容易煤 OK? 這樣呢 我現在摸上手 這條鱸魚非常之 厚肉 厚肉也是淡水鱸魚的特色 這條鱸魚的鱸魚 大家要記住 這個是 在這個鱸魚的位置 它湯完之後 就會積了很多的魚血 我們用手 用力一點 擦走魚血 這個就是減少鱸魚腥味的一個方法 清潔的方法 撕走它 這些 大家看到嗎? 紅色的 這是魚血 這條鱸魚的鱸魚 盡量用手輕輕地擦一下 讓它乾淨一點 好了 跟著之後 我們 就在這個 這個鱸魚身很厚 所以我們在這裡 就切三刀 三至四刀 這樣鱸魚就會相對地 就會比較容易熟 還有 我要醃一醃它 就比較容易入味 OK 可以嗎? 切四刀 好了 這個是第一次清潔 第一次 先把刀收拾乾淨 把刀收拾乾淨 然後 我們就做我們的 除腥大法 除腥大法 就很簡單 加些鹽 加多少少也不怕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醃它 而是盡快 或者盡量 就是 令到它沒有那麼腥 鹽之後 就是胡椒 然後擦勻 這裏是其中一邊 跟著第二邊 等等 一樣 加些鹽 加鹽 大家看到我加鹽 都加了多少 我說過很多次 因為我只需要醃幾分鐘 所以我不用 勁著 這個時候 再加些胡椒 跟著之後 我們就加酒 就好了 翻轉 這樣 最大限度 就可以把魚 的腥味 清除 因為我 是連續做事的 所以這裏我不管它 亦都不算時間 大家看著馬錶 我可以和大家說 這個時候 醃它大概五分鐘 差不多 好 那我現在做什麼呢 當然 要做這個豆腐 切豆腐 就很簡單 這裏有什麼不簡單 其實 就不是說 太過複雜 首先 沖洗乾淨的豆腐 但是水 就不要直接 放進豆腐身 如果不是的話 豆腐就很容易爛了 但是呢 沖洗我們也是需要的 這個豆腐 大家看著 不好意思 這個 可以高一點點 這樣呢 均等地 切三刀 這樣就OK的了 處理完畢了 跟著之後呢 這個魚呢 我們現在有時間 趁著有時間 就可以加速它的做法 那就 稍微 抹一抹它 用手搓一搓 讓鹽 胡椒 酒 就更加入味 OK 相對地 那個 鱷魚呢 它就沒有那麼腥的 OK 所以呢 我們 我們就不需要大手套 不需要吃 不用怕 好了 接著 可以了 搓完它之後呢 現在聞到那股味 都不是很腥 沒有其他的 魚 魚那麼腥 然後拿大水 沖乾淨它 沖走鹽 即是身上的鹽 這個過程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沖得不夠乾淨的話呢 即是在它那個表面 留有那個鹽的話呢 我們就相對地是比較容易 即是比較容易 會是煎焦的 OK 那我亦都不打算 即是這個時候我不打算切了 我突然想到 好 不好意思 即是一 一剔過 由洗魚 一直直下 煎魚 燜好 這樣大家就會有一個更加直觀的 一個概念 那 現在我們就要吸乾它 用多一點點廚紙也不怕 盡量吸乾一點 盡量吸乾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魚身就很漂亮 好 大家看看 我一壓它 那些水浸出來 這個已經是濕了 如果第一次新看的朋友 就看不慣我的畫面 因為這是真實的工作環境 不是 拍唐心風暴 電視劇 那些 就是報警 因為這裏 我煮飯給家人吃的地方 所以 旁邊的麗牌有個垃圾袋 這個臨時垃圾袋 周圍又放了另一道菜 所以 新來的朋友習慣 舊的朋友就知道 已經看到了 我這些是真實環境來的 那我 煮好這碟菜 也是我的子女吃的 我家人吃的 那當然 我老婆也有份吃 這些魚是沒什麼骨的 鱷魚 特性就是沒什麼骨 好 乾淨了 Hello 在拍片 不要那麼dirty 很dirty 我不知道呀 你們說話有時候 夾雜一點 OK 很dirty呀 哎呀 人老dirty 才會覺得別人說話dirty 你又說得對 我女兒剛剛下班回來了 這一次 平時大家看到我煎魚 就不會是 下生粉的 這一次煎魚 我就下生粉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 本身 這個鱷魚呢 雖然我先說肉爽 但其實它的肉 亦都容易散的 他相對地 那個魚味 就沒有那麼濃郁的 所以呢 我現在呢 我就撲些粉上去 有個目的呢 就是 令到它 可以呢 那些魚皮就脆一點 還有呢 因為煎的時候 那些生粉 就有些化學作用 令到它呢 整條魚呢 吃下去呢 就香口一點 OK 好 那就搞定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 可以 我做完所有東西了 這個臨時垃圾袋可以 功成生態 那我現在呢 就開始燒鑊了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背口缺 口缺是什麼呢 口缺就是 大火燒鑊 見煙落油 那我現在呢 大家看看 大火燒鑊 大火燒鑊 正在燒鑊 好了 那我現在稍微 close up 少少 那我現在在燒鑊的時候呢 我發覺 又是我的壞習慣 不記得上 refill那些糖 那些東西 所以呢 我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 放糖 再放糖 那我先回 那大火燒鑊 見煙落油 那這一次呢 一樣了 那我因為呢 剩下很多 就是豬油在這裏 那所以這次呢 我煎魚都是用豬油 其實呢 豬油煎魚都是很香的 大家不知道有 有樣菜呢 就是 豬芒油脂 蒸這個 綿魚 嘩 那種金香法 那種美味法 好 大火落油 是不是 大火燒鑊 見煙落油 再見煙 收小火 向右手邊收 I'm sorry 左手邊 我特意說錯了 左手邊收平均小火 記住 左手邊才有平均小火 右手邊呢 就是燈芯火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那我就拿幾隻鑊 稍微降一降溫 不要讓它那麼高溫 跟著之後呢 我就將條魚 放下去了 這個時候呢 我先把魚拌均勻 把魚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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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因為燒鑊 燒得漂亮的嘛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 燒鑊 無論是 易結鑊 還是 鐵鑊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來的 不過呢 易結鑊 我講過很多次呢 就不能燒那麼久 但是都要燒一下鑊 這樣才放油的話呢 那就保證100%不會 即是不會是黏底的啦 OK 但是如果是 鐵鑊的話 就跟著我現在的程序 因為我現在都在用鐵鑊嘛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現在呢 就蓋蓋啦 跟著之後那個鑊蓋呢 就留下一點點空間 給它 是休息的 跟著之後呢 三分鐘 那我三分鐘這個時間 沒有東西做的 當然有東西做啦 現在 我要調那個汁嘛 調那個汁呢 都是很簡單的 那我現在呢 我就 稍微這樣 大家看到了 這樣呢 我在計時的 然後呢 落個汁是怎樣落呢 半茶匙的鹽 兩茶匙的糖 輕輕這個 這個小小的雞粉啊 跟著之後 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最好就是胡椒碎啦 因為胡椒碎的味呢 就清一點 跟著之後呢 胡椒碎 生粉呢 一茶匙 或者兩茶匙 大家 看看想要那個 是多麼濃稠 OK 跟著之後 輕輕 少少酒 跟著呢 就是 少少的麻油 胡椒碎 跟著之後呢 蠔油呢 等一下 手濕啊 好 來 蠔油呢 就大概落這個是 一茶匙 一茶匙 跟著之後呢 就是生抽 大概是兩茶匙左右 跟著之後是老抽 半茶匙左右 一茶匙 那基本上呢 這個醬汁就開完啦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加水 好 這個時候呢 還有多少時間呢 咦 差不多了 原來我沒有按鐘 幸好我看一看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是 開始 就補火了 讓它煎好一點 雜質的鑊 雜質的鑊 記住 補火呢 就千萬不要 就是呢 太久 放它 同一個位置 如果不是就很容易焦的了 OK 大家看到呢 條魚已經動來動去了 是那個尾呢 因為鮮頭這個位呢 沒有油 沒有油 碰過 那所以呢 它就黏住鑊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看到條魚在這裡 放下放下 已經 其實這隻鑊 太過細了 就不是很適合煎魚 說實話 不過我們 喜歡它用它 好 那差不多了 適合小火 向左手邊收 平均小火 哇 好甘香 大家看到嗎 我條魚是不是煎得很漂亮呢 好甘香 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煎得很均勻呢 有些人說 就 落粉呢 就很難煎的 很容易煎焦 對 說得對 不過不代表它一定會煎焦的 手勢問題 OK 這樣就這樣子 一樣啦 那我就 將油呢 就放勻 那個 擀勻 即是擀勻 鑊 讓它每一個位置都碰到油 一樣 我想它有魚尾 碰到那些油 不然好像前頭那樣有點黏 好,碰到油了,行了 接著之後呢,這個時候我就真的 對不起,拿錯鑊具 因為我家裡太多鑊具了,形形色色的 好,接著之後呢 一樣,這裡留在那邊 為什麼我要轉了這隻鑊呢? 因為呢,這邊比較大火的 所以我就轉了這隻鑊 轉了鑊的方向 變了可以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焦 好,這樣呢 所有東西都做完了,沒有東西要做 三分鐘不理它了 等一會兒再算了,OK? 等一會兒見一下,三分鐘 好了,中響了,那條魚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呢 大家看到嗎? 燒鑊的重要性就是這裡 不要理會它是什麼材質的鑊 我這一輩子幾十年入廚 我唯一一次呢,是沒有辦法 沒得碰的就是一隻巨紋 它自己宣稱是太金屬的鑊 又貴又不好用 我用了十次左右就丟掉了 真是,不是開玩笑 好了,這個時候呢,我們開大貨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加一些胡椒 少許 大家看到這條魚呢 那邊呢,相對地就沒有那麼脆 那邊就脆些 那邊就脆些 那我繼續在這邊呢,補一補火它 好,鮮頭 這條魚尾,不好意思 弄斷了 好了,這隻鑊太小,沒辦法 好,這個時候呢,開大火的,對吧 那我們呢,進一步去除腥 和增加它的食味 不用怕,火是這樣的,習慣就沒事了 不會燒了你的廚房的,放心 好,搞定 跟著之後呢,我們就先把它呢 先把它呢,撒起它 那我就,大家看到我都是用那隻長碟,是不是 當然不是啦 大家看到,有兩隻一隻已經裝過生菜的 我特別這次提醒了 免得等人家 有些沒什麼常識的人呢 就真的 喂,大佬,碟子有很多隻的嘛 OK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加少許油 那做什麼呢 當然是起鑊 大家記不記得 薑、蒜、蔥 哪樣東西先放下 當然是薑片放下 因為薑片最受火 中菜呢 就有一件事就是 溫度很重要 好了,現在呢 那些薑出了味了 然後放蒜頭下去 不是因為這隻鑊的溫度呢 高到它會著火 自己著火 而是什麼呢 我在這裡呢 這樣一撩它 大家看到嗎 我一撩過來這邊呢 因為有個火尾在這裡 火尿 所以它就會 引火到那隻鑊那裡 然後最後 到最後 我們呢 就下這個蔥白 那現在沒有水了 所以就沒有出火 好 那就搞定了 跟著之後 拿回 一條魚下去 然後呢 煎頭 做好那些 那些 那些醬 大概放 100ml 左右 接近吧 100ml 好 那現在呢 下去呢 就看它不夠水了 那下多大約是50ml 左右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將這個豆腐 排下去 然後這個 Came 那這個豆腐呢 就可以吸收意味了吧 那也可以呢 如果它不可以的話呢 那就 啊 就是 稍微動一動一動地 把這個鑊 不了 開 chemicals 看下去是吧 你好像呢 放完豆腐後還不夠水 那就多加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浸不到豆腐 那些豆腐是不懂得吸味的 這個時候我再放三分鐘 大家會看到 這次你不煎豆腐的 曾經有觀眾非議過我在其他菜式裏面 那些豆腐這樣煮會很硬 首先大家要明白 豆腐可以用同一種滑豆腐 但是不同的手法 那個豆腐是會有不同的口感 還有不同的菜式是需要不同口感的豆腐的 就不是說只有一個絕對滑的豆腐 那我現在呢 通常我煮魚 就是這樣的煮魚法 通常我那些豆腐就不會煎的 但是如果是 譬如說配合這個是 配合這個是 豬肉 配合這個是 這個是 雞肉 那我就會煎的 即是你不配合不同的食材 你就需要不同的技巧去處理 OK?行不行? 那我希望 這裏我就講清楚一點 就是簡單點來講就是 我希望大家 我為甚麼可以一年做到四百幾個菜式出來呢? 其實大家如果細心留意 我來來去去 很多材料都是相同 但是呢 我不同的手法去做 不同的調味 不同的食材的組合 就會出了一個全新的菜式出來 其實大家需要是有這樣的心態 我們才可以是不斷地轉換菜式的 你想一下 我一年做四百幾個菜式 不是 現在不是說我為做而做 我現在說的是 我家人是要吃飯的 是嗎?行不行? 變化多端就在這裏來的 不要搜救 不要走 即是一本通書看道路 OK? 好了這個時候 雖然未夠時間 我先動一動它 為甚麼呢? 如果不是那些豆腐 就會是 黏底 OK? 好 等一下 鐘響我們再和大家分享 好了 這麼快就鐘響了 揭起來先 首先試一下它有沒有黏鍋 有啊 我都說有少少輕輕 好 第二件事先試一下味 好 除了試味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 有甚麼呢? 這個顏色呢 好像還差一點點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 下醬油 就不要下這個鹽 為甚麼呢? 因為呢 那些鹽呢 你很容易 調味不均的 OK? 好了 它不夠顏色 之後我就稍微 再煮一下 再煮一點點 今天做甚麼事呢? 這麼多意外 好 好 然後再煮一下 現在呢 這顏色呢 就漂亮很多了 大家看不看得到? 老抽是有這個作用的 然後呢 稍微 我們呢 這樣呢 拿那隻鑊呢 因為它有水分 大家看到呢 那條魚呢 就會有不同的方向的 好 然後 因為它這麼heavy 呢 我稍微呢 就焗一焗它 十秒八秒鐘 讓那些蔥香出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那 整個 好惹味的 這個是 紅燒豆腐 這個爐魚呢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看看 我們 載的時候呢 要反轉條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鮮頭呢 我是沒有 即是沒有 沒有反轉條魚 這樣變了 面頭呢 就不是那麼 呃 就是不是那麼 怎麼說呢 不是 不入味啊 那所以呢 我就需要 我放在碟子裡的時候呢 我就要反轉它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將豆腐呢 這些豆腐真的滑 不是開玩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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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打掃掌掌 先 哎呀 然後讓我清潔一下碟子 我才和大家總結 這個過程是必須要有的 最後灑上蔥花上面 大家看到我這個醬汁剛剛好 大家要記住,這些是經驗 大家第一次需要少許時間去訓練自己 讓自己有的感應 就可以是 就可以是 配那個醬汁 那個份量就剛剛好 這些廚純粹是多練習才行 如果你不是經常入廚的話 你很快就忘記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我是玩拍照 其實拍照的道理也是一樣 就是你學了那個技巧之後 你不去用 你很快就會忘記了 所以呢 我為了要練習 達到那個標準 以及公多藝術 我平均一年 我平均一年 至少要拍三萬張照 強迫自己拍三萬張照 那就變成了 可以達到公多藝術的目的 這道菜 當然我沒有排到好像職業廚房那麼漂亮 但是大家單單看成色 看那些醬汁 其實已經知道 我這一次這個是一個上乘的作品 它又夠入味 肉又夠好吃 豆腐又夠滑 現在總結 有幾樣東西要注意 所有的魚類 這個是 菜式 第一個起手式 就一定是脫腥大法的 你無論對付任何的魚都是 脫腥大法有什麼呢 就是要用鹽 胡椒 還有酒 就要散過魚身 或者是 散完之後 我們就需要 醃它大概五分鐘左右 通常這個時候的魚身 就會減少絕大部分的腥味 很多人誤會了一樣東西 就是海鮮味和腥味 其實 他誤會了就是 那些腥味以為是海鮮味 正所謂不腥就不是魚 那當然不是 魚是可以不腥的 因為其實 為什麼會有那種腥臭味出來呢 主要就是因為那些 空氣氧化的作用 和魚身本身有的那些液體 類似散的液體 再加上這些血 它壞死了之後 不再用得之後 它就會有些腥臭味 我們主要就是 在這部分著手 除了是除菁大法之外 我們清洗的時候 就要盡量注意 大家先量看到我 如何用手指去擦走那些乳血塊 那些乳血塊盡量擦走它 好了 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還要用這個廚枝 盡量抹乾它 抹乾身 雖然說我們除菁大法可以除走 清除了大部分的腥臭味 但是它無論如何都會透過水分 殘留在魚的表面 我們為了吃下去的時候 一點都不腥 而是只有留下魚肉的鮮味 我們最後這個步驟 一定要吸乾水 OK 好了 臨煎之前就有兩種手法處理 有人呢 就會是 會是 好像我大部分的煎魚 就不會下生粉的 但是呢 也都有人 好像我這一次這樣 就下生粉的 那 下生粉呢 其實呢 主要的作用就是什麼呢 譬如說 有時候呢 你想封死那些魚汁 或者是你想那些魚的表皮 更加甘香 更加野味 我們呢 就需要撲些粉上去 但是如果大家呢 是堅持一定要吃那條魚的原味的話呢 那就當然不需要去撲生粉了 也都有人呢 就說 撲生粉呢 就很難處理 其實所謂很難處理呢 只不過又是一件事 就是功多藝術 我講過很多次 我們大凡煎東西炒東西 無論做什麼呢 除了煮東西 除了清晶啊 白灑啊 煮湯之外呢 我們一定要背口訣 口訣是什麼呢 就是大火燒鑊 見煙落油 再見煙 然後呢 就視乎情況了 煎的話就要生小火 酒油的話就繼續大火 下鍋炒東西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大火 OK 這個就是個分期 那 如果我們大家呢 背這個口訣背得好的話 大家不用怕煎焦的 也都不用怕刺鑊的 盡量呢 就有這麼小火 生到這麼小火 慢慢煮 大家看到我好 慢慢煎 大家看過很多很多很多 真的很多條影片 我大凡煎的東西 我是很他條的 記住啊 煎的東西 你想煎得好 除了你要背熟的口訣之外 背對的口訣 即時間是對之外 重要的一樣東西 不要手多 所以大家看到我每次煎的魚 每次都是的 都是什麼的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我是不會手多 很他條的 這條魚 大家看到了 大家很少看到我 撲生粉去煎魚 但是呢 這次煎魚 我有沒有煎焦到 除了輕輕 一點點之外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百分之九十九 我都是沒有煎焦到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工方藝塑 不關你撲不撲粉 因為撲粉和不撲粉 是有食味上的追求的 即是不一樣的追求 大家明白嗎 撲了粉又是另一種味道 不撲粉又是另一種味道 至於撲粉和不撲粉 純粹是一個選擇問題 就不是你技術的問題 你口味選擇的問題 好 接著之後呢 大家都看到我大凡煎的東西 我都會有一個補火的階段 那為什麼要補火呢 在煎魚來說 主要就是我想牠比較好看 可以嗎 OK 而煎魚的時候 通常我們多一個步驟 就是要最後尾 下胡椒 然後蘸點酒下去 讓魚進一步去除聲 然後可以增加香氣 可以嗎 大家會問 Leo 你下胡椒 那為什麼不是一開始下 那不是效果會更加好嗎 當然不是 如果大家一早下胡椒的話 煎焦了九勢 因為為什麼呢 胡椒是不能受火的 我這樣煎三分鐘又三分鐘 雖然都是六分鐘的時間 但是足夠令到那些胡椒是黑了 那些焦了 那我告訴你 胡椒焦 第一不好味 第二它會惹到魚身也會煎焦 可以嗎 所以 雖然胡椒可以除聲 可以增加食味 不過 一定要是最後尾 煎魚的最後尾 那幾十秒才下 這樣就可以保證 條魚有胡椒的香味 但是同時間又不會煎焦魚 明白嗎 OK 好了 那條汁那裡 基本上都是那些 鹽糖味 生抽 蠔油 老抽 不過大家要注意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的鹽是落到不成比例的少 是啊 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沒有菜沒有其他 我是唇肉類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做這個 這樣的調味 大家要記住 過熱 過熱 等我一會 不好意思 現在繼續 真是 雖然現在未入夏天 但是室內的溫度 也有25、6度 加上廚房的熱源 所以令到相機過熱 因為我現在拍四機片 就不容易過熱 廢話不說 繼續說回先頭的話題 大家先頭看到我怎樣煎魚 也解釋了怎樣煎魚 現在大家看我的調味 鹽是不成比例的少的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豆腐是很吸氣的 魚是很吸氣的 沒有其他的材料 沒有其他的蔬菜 所以我們就要很小心調味 大家很少會看到我試味 但這次我先試味 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紅燒魚 經常會遇到的難題 大家要記住 調味方面 然後我們會把鹽 基本上不離開 一條現在一條一條一條 一條一條一條根重的 鱷魚 或者魚 再加上豆腐 半根鹽 兩根糖 兩根糖 然後輕小小雞粉 胡椒 然後生抽 兩茶匙 蠔油 一茶匙 如果老抽 如果是深色一點的話就給1茶匙 想淺色一點的話就給半茶匙 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後就 焗它 煮它3分鐘 3分鐘之後就放蔥下去 煮出蔥香就可以了 當中就有個小技巧 大家看到我先頭很少做一個動作 放完蔥之後我不攪拌 然後蓋上鍋蓋 就焗它 焗它的蔥香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豆腐容易爛 因為魚再動它就容易爛 所以我就唯有用這個方法 OK?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然後 說就說煮3分鐘 但是這裡 我們就看看那些汁有多少 如果多汁的話就煮久一點 通常都是1分半分鐘而已 如果剛剛夠汁的話 當然是3分鐘就完成了 如果不夠汁的話 加一點點水 再煮到它大概30秒至1分鐘左右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其實這道菜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懂得做 不過做得好不好呢? 就是兩件事來的 希望從我這裡這麼多的小技巧 以及這麼詳細的解說 看看大家有沒有一些 可以更進一步改善的地方 令到家人吃得更加幸福 OK? 不說這麼多了 就這樣吧 拜拜 去吃飯了 好嗎? 中間